六道里面状况 得注射也不是一定的 随着众生念头再转变 阿比蒂 堕在那个里头 那个时间是一结束论点 那能不能很快就出来 能啊 只要你一念善息就出来了 你要是坚固执着 那念善生不起来 好那你时间就成了 没有定法 这个要知道 法无定法 所以佛有没有定法可说佛没有 佛也无有定法可说 活的 所以佛说法的原则 应激是教 你念头怎么转 他怎么教你 活的 不是死的 这叫真实智慧 不是带板东西 厚厚厚厚厚的 可是 我到里面众生 他有坚固的 之处 有遇到佛菩萨 佛菩萨劝他听不听 不听 不接受 那不接受继续受罪 他只要有一念 后悔 那佛菩萨马上就先起 慈悲到了极处 你一念 我想学 想学菩萨去了教你 没有这个念头 不会先起 没有这个念头 偶尔献一献 才引到你 诱到你 你一看 我真想学 真想学 他就来了 所有一切诸佛菩萨 从哪里来 跟诸佛说 自信变现的 你们在三十七年 中风本子里面 所看到的 自信弥陀 唯心净土 你就知道 阿弥陀从哪里 阿弥陀佛是 自己心里都变现的 你的心 从来没离开你 一切识 一切诸 从来没离开你 所以你那个一念 佛就先起了 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 就念头是 从阿弥陀佛没先前 阿弥陀佛先起了 真先前了 受到感应了 为什么说看不到 我们自己本身有业障 本身有业障 这个要知道 这些事情都是早年张家大使告诉我的 业障消除了的话 那真的 你想看什么就像的时候 就先说 我记得我第一次到香港奖金 1977年 那个时候奖金 没这么大的奖场 中华佛教图书馆 住去参观 我就晓得了 是一个住家的房子 这个客厅 那么个小房子 大概 比我们摄影棚稍微大一点点 挤一个多人 挤得密密麻烦的 走路都不能走 香港那个时候许多法师都在天津 深夜法师 也常常在天津 大陆 刚刚 还没完全开放 可以进去了 他到大陆去 九华山人得法师 请他讲地藏金 他来问我 可不可以去 害怕 我说难得了 如果有这个缘分 你就去 也许以后就没有缘分了 把缘 有机会抓住 赶快去 他去了 讲了一个月 很小心 很谨慎 怕说错话 他讲经全部写成讲稿 依照讲稿来讲 这个讲稿给我看过 我也很喜欢 那么他曾经有三个 同餐道友 出家人 到葡萄山 第一次到葡萄山 就拜观音菩萨 到朝阴栋 他们三个人 在洞门口 拜 拜了半个小时 观音菩萨出现了 三个人都看到了 那回来之后 在路上就谈起 每个人都欢迎 我看到了 你看到 我看到了 你看到什么样子 三个人 三个人看到 三个样子 不一样 圣一法师看到的 就像那个地藏菩萨 戴着皮鲁帽 全身是金色的 现在是这种像 另外一个法师 看到是 看到是像 白衣观音 常常画的 悲观音 第三位看到的是 出家 比丘像 是出家像 三个都看到 三个不同的 现象 菩萨 随众身心 现所 印所 质量 每个人的心 不一样 诚恳 不一样 亲近 不一样 慈悲 不一样 感应 就不一样 这是 像 无 定像 三个人 看 不一样 所以这是 我们要 知道的 你知道 一切法 没有定法 的时候 千变万化 你还执着他 干什么 你还分别 他干什么 所以佛教导 我们 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念 正观 那是正确的 看法 就是 没有自己 一点意思 你才看出 外面 那个 浮动 外面 每个人 念头 在浮动 他现的 像不一样 这就是 法无定性